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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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是軍事的人 沒有商業的行為 可是慢慢的不做這些事情之後 這些人失業了 退休之後沒有地方轉業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開始說 那我們來做和平用途來花電好了 原來是這一票的人 擁有很大的科技知識 他可以操縱很大的能量 那軍事沒地方發展 就轉到民間用途 所以就發展出和平用途 其中一個產品就是核電廠 從1950年代開始到1970、80年 就大量有 世界上有很多核電廠跑出來 那我們這個戰爭的部分 當然隨著時代就慢慢過去了 進入和平使用的那段 那早先核電廠的意外 在英國、華國都有小規模的意外 這小到底多大 我們現在也很多沒辦法去考量 我們現在說核電廠的爆炸有最高7級 車諾堡是7級 然後湖島也是7級 然後三里島差不多5級 那我們再看一下1979年 美國3128號賓州三里島 它是在一個哈里斯利伯 這核的這個堆積的一個土地區 要蓋了一個三里島的核電廠 又耗幾個環英爐 那麼這個核電廠的意外呢 是造成美國核能工業到今天 爬不起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它的意外事件雖然規模不到 大概四級而已 可是動員到美國總統 卡特總統 親自到電廠去穿著雨鞋 然後它經過這個 要經過這個電廠出來的時候 被所有大量民眾把它包圍 那我們來看一下三里島的這個情形 大概有250萬G里的放射線氣體 從這個電廠放到外面去 那大概只有15G里的放射線點 我們現在如果是看日本的話 它是百億的G里 所以是差別很大的一個 這個放射意外 那十英里內的居民平均 這個保守估計大概八個這個毫魯木 大概0.08個這個毫溪火 那麼最高大概是一個毫溪火左右 那麼所以他們保守估計大概 整個事件增加一到兩個癌症的風險 看起來不是很大 但是呢1981年 1979年發生 1981年呢 居民呢 所有的居民獲得2500萬美元 庭外隔絕 因為艾迪森電廠公司 這個各種研究 有太多人去告他 最後他就庭外隔絕 2500萬美元 那個時代跟新人談判差非常多了 那1983年聯邦大法官判解呢 艾迪森公司 因為在意外1979年 意外發生之前呢 安全資料就圍造過了 所以再滑下去 再滑下去 那艾迪森公司總共是 負了賦金呢 雖然不多 但是有100萬美元 做地方的緊急基金 8200萬美元 最後呢 結成問題 大概8200萬美元賠償居民 因為生意受到影響 因為撤離啊 大家不敢去那個附近做生意啊 不敢去旅遊啊 整個當地影響很大 然後健康很損失等等 那麼這個 另外1500萬美金賠償 如果家裡裡面 對不起打算成 有小孩子因為先天其醒的話 那會來告啊 不然我就成立一個基金來賭償他們 那所以說起來在 那還有數百千是在庭外和解的 所以 這個是1979年美國發生的情形 那麼俄羅斯是另外一個核能強權 那麼所有的俄羅斯在1989年之前的 已經蓋了幾十座的核能電廠 那麼出問題的是1986年6月 4月26號在 這個是俄羅斯 這個是烏克蘭 那這是白俄羅斯 那基輔 烏克蘭守住基輔 北邊差不多100公里這邊 有一個車諾堡電廠 所以發生意外的時候 放射成呢 85%都跑到人家家裡去 跑到白俄羅斯去 只有10%留在烏克蘭 所以電廠是我們的 但是呢 意外發生都送別人 後來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他們就蓋了一個石棺 把它通通包起來 銅牆壁把它包起來 那但是這個石棺 經過20年左右 開始快垮掉 所以歐盟現在又花了幾億的歐元 再重新 外面再包起來 越來越來越索能 就是 感谢观看